各位觀眾好 今天在這邊介紹的新的產品呢 就是4Mera機 這是我們公司新的產品 那這個產品的特性呢 是在於清潔保養 能夠讓您的使用過之後 能夠維持一個比較長時間穩定 乾淨的一個狀態 在使用的過程裡面呢 都會產生油污水氣 跟一些灰塵結合之後呢 造成對於您彈道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所以基本上玩久的槍管其實都很髒 使用了我們本產品之後呢 它可以把在您涉及的過程 它就把一些油污 把一些不必要的髒東西 順便清潔帶走 對於高精準涉及的朋友 是很需要的一項產品 那它的用途呢 不只是用在清潔這一塊 像我們護目鏡的使用過之後 它的透度會增加 可以彌補掉一些細微的磨痕 除了這個之外呢 相信各位都會有瞄具 那瞄具的話呢 在鏡子的部分呢 它有相當好的一個清潔保養的功能 那我現在就開始跟各位介紹一下 FORMELLA G的簡單使用方式 這個是試用包 基本上我們把它打開來 你就會看到裡面有FORMELLA G的一塊棉片 任何您身邊需要抗污產生一層保護層的東西都可以使用 比如說這個封鏡 您可以先簡單的擦拭它 因為它的清潔效果非常好 擦拭過之後呢 等一下等它乾了之後 稍微比較乾的時候 我們再推一次就好 再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如何清潔槍管把它對折 之後呢拿一個通槍條 然後把它塞過去 然後捲起來 基本上跟細溶的方式是一樣的 只是不同的方式是塗完之後 它的清潔效果跟它使用方法 將會完全不同 在這邊建議各位朋友 清腔的同時盡量不要用旋轉的方式 前後就好 就已經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清潔效果了 這樣子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內管的一個清潔 好 我們現在來一個實用上的體驗 看這個產品上的差異性在哪 來 這邊是ORMELLA G 這是一個風鏡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插在風鏡上面 好 插完之後呢 我們用一個乾淨的衛生紙 把它推均勻 基本上把它推均勻推亮 可以增加鏡面上的透度 那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來一個潑水實驗 這是剛剛我們已經處理好的鏡子 那現在我先斜過來一點 好 開始噴水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有沒有 水上去之後很順的全部都滴下來了 好 我們現在拿一把新的沒有處理過的玩具槍 現在我們用FORMELLA G 清潔它的表面一半的位置 好 FORMELLA G拿出來 我們清潔這一支玩具槍的右半邊 好 現在我們就把它處理完成 好 處理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來做個脫水實驗 這一面是處理過的 好 先來開始 來 再看這邊是沒有處理過的 這邊變成是整面都是水 這邊都是顆粒狀的 差異性是非常的大 這邊的話都是水珠 各位看到都是一顆一顆的水珠狀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槍管 槍管的差異性呢 因為基本上內外是都一樣的鍍層 所以呢 我們拿一支有清潔過的跟沒有清潔過的 做一個比較 我們現在插的是外觀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有上過 我不知道 機 的管 在上面做一個記號 基本上 如果過就已經不太多了 這個是處理過的管 這個是沒有處理過的管 我們把它擺一起 然後呢 我們來個 噴水的實驗 好 各位看到 好 有處理過的都是水珠 沒有處理過的 就沒有辦法產生 水珠浮動的狀態 我們再用 空壓 輕輕的吹它 用非常小的風 各位看到沒有 水珠已經不在了 接下來做的實驗呢 是油脂的實驗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 凡士林 凡士林 膏狀的凡士林 些些許的凡士林 我們塗抹在槍管底上 我們現在模擬槍管內的高壓 好 我現在盡量 各位可以看到差異性 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一隻拐 沒有處理過的 凡士林 我剛用了非常大的壓力去噴它 各位都看到了 但是它都還存在於這上面 大家看這一隻有處理過的管 好 它就不明顯了 它就不明顯了 基本上只剩微量 殘留在表面上 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差異